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八百四十二集 你退下吧 三年之内你的生死福不会再发作了 但那个时候你的修为也能更进一步 不过你别忘了 继续给武祖寻找好的容器 不然你应该知道好哥 那黑影音冷到 是 前辈 大长老战战兢兢恭敬地退了出去 带得大长老离开之后 那虚影身上的气息竖地收敛了起来 原本魔器冲天的通道竖地回归了平静 好像是重新变回了鸡家的老祖 阁下在我身体中待了这么多年 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啊 低沉的声音响起是鸡家老祖 他似乎在和自己说话 起无法 你放心好了 快了 本座还看不上你这身体呢 那几结的声音响起 默契缭绕 两个不同的声音 竟然是同一个人在说话 而且气质也截然不同 百年前老夫便记得你说快了吧 鸡家老祖冷哼一声 其无法 这么多年 你利用本座修为突飞猛进 达到了这般境界 怎么现在想抛开本座了 阴冷声音带着不屑 本座说快了就快了 一般的躯体本座看不上眼 你们先前说的那个铁牛 本座倒是有点兴趣 隔两天本座就好好看看 这具躯体值不值得 培养成本座的身躯 这样你总放心了吧 希望你说话算话吧 鸡家老祖冷哼一声 但是对异魔族人 寄存在他的身体中 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哪怕是如今的修为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 冠绝天下的地步 也不敢和这 一模族人闹饭 石门之中 重归宁简 通道外 大长老一边走着 一边脸色低着 虽然他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和实力 又有了一丝的提升 可是 他的内心 却是没有半点轻松 他摇头苦笑了一声 恐怕谁也想不到 这个堂堂鸡家大长老 拥有权柄滔天的人 生死也会被别人掌控在手中吧 他不禁想起了两百多年前 那一场彻底改变了他们鸡家命运的大事 当时的鸡家 鸡无血 鸡无法 分别代表了两个鸡家不同的发展方向 都要引领着鸡家走向不同的未来 而最终 鸡无法 依靠着神秘力量的帮助 获胜了 鸡无血呢 与鸡家形同目录 最终消失在了大陆上 当时的他 还只是鸡家的一个天骄 身份卑微 懵懵懂懂的 不明白这一切代表的事实 可从那之后 鸡家从幕后走向了幕前 不在隐世 而是入主执法殿 跟随飘渺宫 征战天下 两百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鸡家愈发的强盛了 可以说是名震天下 也毫不为过 可他不知为何 总是莫名地感到一些悲伤 甚至怀念那个懵懂无知的念他 然而 鸡家已经是无法回头了 这一步踏出 不管是万丈深渊 还是金光万道 都必须走到底 大长老的脸上恢复了冷漠 坚定地走出了狼道 大长老 狼道外 两名守卫恭敬行礼 红尘到了吗 大长老问道 还没有 不过应该快了 其中一人道 等红尘见过老祖后 让他来见我 大长老冷声道 是 两名守卫恭敬低头 此刻的秦晨 正在闭眼睛坐着 外面万籁聚机 偶尔有护卫巡逻走过 个个身上气息阴冷 这边的护卫的防御力 似乎并不太强 秦晨若有所思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感知着四周的环境 却发现 这里的防卫力量 其实并不是很强 或许是因为这里遍布禁止 而且有大量的 武帝强者巡逻的原因 再加上 每个人过来 都是接受协力的 对方根本就想不到 会有人想要闯出这里吧 唯一的麻烦 是时不时会有那种 监视性的感觉诞生 不过 这种监视 伴随着秦晨不断地 吸收血精 也变得越来越少 无声无息中 时间流逝 到了第二天 秦晨终于将血精 给完全吸收殆尽了 而那种监视的感觉 也随之消失了 就是这事 此时正是深夜 当那道监视的感觉 彻底消失之后 秦晨木然地动 霉心之中 有着一道铜光绽放 同时 双手迅速地 施展出了 道道禁止之人 一瞬间 将这时事中的禁止 给破坏掉 让对方 无法监视自己 根据之前两天的观察 这监视之人 应该是休息去了 一个晚上都不会 在此监视了 而明天 是洗礼的时候 必须利用今晚的 这个机会 找到如月 离开这里 这便是秦晨的计划 他身形一晃 悄然掠出了石石 身形 像是隐匿在了 黑暗中的幽灵 无声无息 若是对方改变了习惯 今天晚上 忽然想要监视他 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秦晨 已经破坏掉了禁止 对方只会认为 禁止出现了问题 而现在是深夜 对方必然会等到 自己明天离开之后 才会前来修复的 他们悄然布下了 这些禁止 自然是不想让人知道 他们其实 一直在监视着 需要洗礼之人 这里是客区 当年我来过这次 如果如月被关禁闭的话 必然不可能被关在这里 秦晨很快地离开了局主区 这祖地的护卫 对于这片区域的巡逻 倒是不是很森严 很可能是 习惯了这种平淡的日子 更何况 森严也不算什么 苏底下 秦晨的身影 引入到虚空之中 按照前世的记忆 朝着祖地深处掠了过去 这个时候 秦晨的空间规则 便派上了用者 他领悟空间规则 对空间的造诣太强了 结合他的前世的一些引盾之术 哪怕是九阶中期的武者路过 也很难发现的 除非是后期五帝的巨拨 才能对空间窥探出端倪 秦晨的身形在虚空中引盾 搜寻 可是 却始终无法感受到如月的气息 积家古堡实在是太大了 说是古堡 实际上 却是像一座座小城 而且 到处都遍布着禁止 又有护卫巡逻 秦晨想到这个地方 找到如月 就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不行 必须得找个办法 这样下去 找不到了 秦晨心中焦急 当务之急 是先找到如月的位置 实在不行 就只能夺舍 秦晨目光一寒 虽然他还不想夺舍 因为容易被发现 但是现在 除了这个 他想不到第二个办法 正思索间 突然 有脚步声传 哎呀 大长老也真是的 深更慢夜的 居然让我们去通知 秦红尘去他房间 也不怕影响 就不能等到明天吗 妈的 本来老子都快换班了 现在看来啊 又要止一天一夜了 两名守卫 从一个拐桥走了出来 身穿黑甲斗破 身形隐在黑暗之中 看不出面容 而言语间 却是带着思思怨气 嘘 你小点啥 让大长老听到 小心脑袋啊 旁边的那个护卫提醒起来 怕什么 你以为这是祖地 是大长老做主啊 啊 这里大长老他妈没用 我们可是听命于 各自的大人哪 大长老他算个屁呀他 那护卫还在骂骂咧咧咧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他妈就少抱怨一点吧你 好歹这里也是姬家祖地 姬家老祖亲自坐镇 要对付你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别没事找事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我不就抱怨两句吗 那护卫多呢 秦晨隐匿在虚空之中 听着两名守卫的话 心头一枕 姬红尘 大长老让这两个人通知姬红尘 去他房间做什么呀 姬红尘 秦晨算是再熟悉不过了 乃是北天狱执法殿统领 疯款北天狱执法殿的 当初秦晨还和他的多名手下交过封 被疯狂地通缉 没想到姬红尘竟然回到了吴玉 不过想想也是 身为姬家的天骄 怎么会一直在北天狱坐镇呢 早晚是要回到吴玉的 执掌姬家事务吗 可让秦晨激动的是 姬红尘的另一个身份 其实是如月的姑姑 姬红尘当初在北天狱的时候 乃是半步无地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以姬家的底蕴和势力 必然是有所突破的 可即便是再突破 也很少有机会进入姬家祖地来 毕竟这里已经成为了 一魔族的一个注点 岂能让人轻易进出 可是姬红尘却出现在这里 那么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 他也是来接受协力的 但是秦晨根本就没听到这个消息 如果姬红尘是来接受协力的 那么姬如日不会不知道 因为姬红尘也是姬如日的姑姑 若不是这个可能 那么只有第二个了 如月 姬红尘和姬如月的关系特别好 如月也说过 姬红尘是姬家最关心他的人之一 有没有可能 姬红尘是因为姬如月而来阻地的呢 这些念头在秦晨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令他瞬间激动了起来 如果姬红尘是为了如月而来 自然会去见如月 而自己只要跟着姬红尘 自然就能见到如月 想到这里 秦晨的脑海中仿佛有一道闪电亮起 瞬间想起了一个办法 嗡的一下 他从禁区中走了出去 树出现在了两人的身后 霍金之眼 幻境囚龙 精神风暴 秦晨眉心之中 三处眼瞳树的睁开 一股股可怕的精神和灵魂的冲击 如同汪洋一般树地涌向两个人 同时 空间规则被秦晨失产到了极致 虚空之中 一个无形的结界出现 将这一片空间短暂地封锁了起来 什么人 这两名护卫身为九天初期无敌 实力自然是极为可怕的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想要低贺出声 但是 秦晨为了能够一瞬间将两个人擒拿 根本就没有丝毫留守 而这两个人也完全没料到 在机家祖地中也会遭到袭击 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呢 两股可怕的力量已经涌入了他们的脑海之中 两个人只觉得头脑一昏 脑海中瞬间卷起了惊涛海浪 一股剧烈的疼痛 默然地涌出 不好 两个人一瞬间大惊 也终于明白过来 祖地之中竟然来了敌人 可这个时候他们再想反抗 却已经根本来不及了 本来秦晨的实力就比他们可怕 再加上 以有心算无心 两个人瞬间失去战斗力 秦晨一挥手 两个人顿时被他收了起来 一下子进入到了乾坤造化玉碟中 而他自己的身形也是一化 同样进入到乾坤造化玉碟中 虚空里 乾坤造化玉碟化为一个界子 隐匿了起来 整个过程说起了漫长 实则只是在一瞬之间 此地恢复了平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进入乾坤造化玉碟之后 两个人瞬间惊醒过来 这是什么地方 其中一个人顿时怒吼道 同时一抬手 一柄战刀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就要朝着秦晨怒察而来 秦晨冷哼一声 手一挥 那个人立即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 竖的将他束缚了起来 整个人竟然无法动态 甚至连身体中的真元都无法催动 这怎么可能啊 他好歹也是个九天出奇无敌 哪怕对方是后期五帝的巨拨 就算能一招杀了他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将他给束缚住 更不用说是身体中的真元都无法催动 秦晨的手段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你到底是谁啊 这两个人顿时怒好叫的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啊 你不要命了 速速将我都放开 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否则 在这祖地中你能逃一死啊 两个人惊怒交价 拼命地挣扎 秦晨懒得理会两人 而是将目光射向了乾坤造化玉碟的角落 在那里 一个黑衣人躺在那里 身上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正是秦晨从训练营秘境中 抓住的那个一魔族强者 但是现在 这个人的身上 却是没有半点强扯的感觉 这段日子里啊 他被秦晨不停地研究 就差点没被彻底拆散了 在这两个人的面前 秦晨一抬手 那人瞬间就被吸扯过来 落入秦晨手中 该死的人类 有种你就杀了我 那一魔族人看到秦晨 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眼眸中闪过了一丝恐惧 愤怒地吼叫起来